男子一手抓住男學生的頭 就往後猛撞窗戶 接著一手握緊出拳打頭頂 男子出手抓頭髮 被抓的男學生玩穿法動彈 高潔車廂金船攻擊事件 衝突畫面也曝光 乘客拍下動手過程 兩名男子打完人還一前一右的包圍 男學生反擊出拳 結果又被打一次 最後了解男學生先坐在博外座上 腳抬到椅子上斗角 想坐的長輩沒地方坐 兩名中林男子看不下去 男學生又不聽勸 因此被打 直到列車靠站 男學生狂奔出車廂 居然被保全圓擠 壓制送醫 籃下他 請他說明是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情緒有點失控 就有點發生 跟戰無人有發生一些爭執 警方事後都過監視器 找到動手的兩個人 兩名男子本來要去岡山訪友 到案說明後被異議強制 對宋伴 監運警察到場 問不到目擊乘客 就把受害者當嫌犯 網友反問 明明還有很多座位 幹嘛一定要坐博外座 我只看到兩個大人打小孩 只是坐博外座 有必要抓頭去撞玻璃嗎 他腳放椅子上 可以告知列車長 一定要出手打人嗎 伯外座問題不斷 衛福部想修法 把伯外座叫做優先座 擴大為其他實際需要者 改了名稱 還是很難認定 但做了伯外座沒犯法 大人出手打人 就是不對 捷運警察到場 只說問不到目擊乘客 就把學生送醫 直到深夜 學生才說被打的是自己 要不是有熱心網友曝光影片 男學生豈不是願望被打 記者紅富人林智慧高雄不倒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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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妙